近几天来 周围的邻居纷纷反应 六层的住户家中总是传出难闻的恶臭 希望房东赶紧过来处理一下 臭味道可能是辣子还是什么呢 那不是他在家 然而 房东多次敲这家住户的房门始终无人应答 他只好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开门后 他立刻被眼前的颈下惊呆了 他原来就看到那个小孩子就好像死了这样 触目惊心 小孩子就像一个木来一样的皮包骨 惊慌失措的房东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根据女士的腐败情况判断 他已经死亡 仅三天 而床上的男童双眼紧闭 但似乎并没有死亡 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些很微弱的一些生命 有一点肚皮带有一些微弱的呼吸 感觉他在动 关上了 大概几分钟 他这个小孩还有呼吸 所以我们就叫他一手 赶紧通缉110过来 根据房东提供的线索 死者姓谢 42岁 是一个单亲妈妈 他的儿子叫小溪 6岁了 在附近上幼儿园 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大半年 谢某靠减肺品维持生活 谢某性格孤僻 很少与别人沟通 如今木则二人一个死亡 一个奄奄一息 出租屋里谢某是怎么死的 命悬一线的儿子 能否被救活 他们悲惨遭遇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现象 在房东和周围邻居眼中 谢某性格比较孤僻 也从不与人沟通 由于收入微薄出事前 谢某已经欠了房东两个月的房租 两个月不没有收到他的钱 那我来收钱 挑他哪钱 他就打着这个孩子 打着可能我们不敢交他要钱 为了尽快让谢某搬走 房东曾主动提出 免据谢某拖欠了两个月房租 并额外给他们母子一些钱 作为生活费 结果谢某的资若王文 始终不肯离开 按照我的意思来看 他好生日已经没能经常 没能经常 可能他的老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言行古怪 但对自己的儿子却十分疼爱 而如今谢某撇下心爱的儿子走了 那谢某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悲恶的只剩下一丝气息的小夕 又能否活下来 我们从一句说 抢救的重命人真的是不少 但是说出现这种饥饿 到这种状况还是同一次见到 就是超过一个一周以上的 一个没有任何饮食的摄入 饿到像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呢 确实是同一次看到 经过勘察警方发现 屋里没有搏斗留下的痕迹 第二 尸体上没有搏斗留下的伤痕 第三 尸体没有被移动 因此警方判断 这属于自然死亡 因为极度饥饿 小夕仍在昏迷 医生虽然尽力抢救 但是情况不容易 小夕是这个屋子里的 唯一当时 他能否活下来 重大 两天后 海口市秀英派出所 突然来了几个人 说是来处理谢某的后事 按照程序 警方需要首先对他们和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确认 可不管民警怎么询问 这几位总是含含糊糊的说 我们是谢某的亲戚 好像在刻意回避什么 这一异常情况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到底是谢某的什么亲戚 又在隐瞒什么 经过民警的耐心讲解和询问 这几个人终于道出了事情 原来他们都是死者的娘家人 因为家庭生活十分贫困 实在没有钱安葬谢某 以及负担小夕未来巨额的治疗费用 所以他们才不得已隐瞒自己的身份 每个舅舅都是几个孩子 农村的嘛 同时我们那边都是打工为主 要养的话根本就养不了 了解了谢某娘家人的困境后 派出所民警积极帮助他们协调 还减免了谢某的部分丧葬费 这让谢家人很感动 至于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谢家人却没法给出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大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大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工大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工大坏 小的区别不吝点赞 是不是 正因还不吝点赞 转发 之后谢某所在的工厂倒闭了 没了工作 感情不顺 没有任何技能 身体又不好 无奈的谢某只能靠给人打零工 拾荒为生 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漂泊在外 其中的心酸可想而知 性格要强的谢某从不和家人联系 坚持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 之前老父亲还逢年过节 背着米面游一些生活必需品 到小夕的幼儿园看孩子 才能找到谢某 后来小夕不上学了 就再也找不到谢某了 原本谢家人打算 等龙王结束 就来海口找谢某 不料得来这样的噩耗 谢家人表示 如果有人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他们是同意的 不过根据法律规定 即便是有人愿意收养这个孩子 他们也无权这样做 因为孩子还有他的亲生父亲 谢家人说 孩子是非婚生子女 父亲究竟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 经过抢救 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 社会各界人士 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有的人还明确表示 要收养这个孩子 可是小夕躺在床上 一言不发 目光呆滞 七天七夜 在出租屋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 和大家的帮扶下 小夕的身体开始慢慢康复 她原来来的时候 我们称她就16公斤 现在20公斤 好 真棒 给糖果给我吃吧 给不给 给一个给我好不好 你给一个给我 我们买两个给你 行不行 不可以啊 来给我帮你掰开你吃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给我握手一下 我们好不好 握我的手一下好不好 拍她 你看 她能够配合的 她其实很关心 握紧紧的 你握紧一点 加油 加油 好 不错 尽管小夕的身体情况逐渐好转 但是她的心理创伤还急待治疗 时至今日 躺在病床上的她 依旧神情忧郁 沉默不语 就这样慢慢地看到母亲在身边离她而去 这种对她的心理的伤害或阴影 可能是很长时间都难以 从心理事上飞制不去 抹不去的这个阴霾 她这种六岁的小孩还是会有记忆 在她的以后的这种身心发展上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我们就希望说 能够通过一些家人的温暖 还有我们的一些关爱 能够让小孩应该说 几乎完全消除 可能会比较困难 就让她淡忘淡忘 小夕日渐康复 但她的归宿始终没有着落 眼下警方只能找到小夕的亲生父亲 如果能够公安部门能查找到 她的血缘上的亲生父亲 那亲生父亲必须 履行这个抚养的医务 小夕有一个好妈妈 为了抚养孩子 谢某尽了最大的努力 如今她已经撒手不关 现在唯一有可能抚养孩子的 就是那个从未谋面的生父 那么孩子的生父 会不会就是谢家人提到的 那个阿海 根据谢家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阿海的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阿海避而不见 在电话中 阿海说他不认识这个谢 更没有跟他谈过恋爱 难道这个阿海还另有其人 警方能否找到他 在当地民政部门的接触下 我们来到了阿海家 当时阿海并不在家 家中只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得知来意 阿海的妻子表现得很平静 他说他知道阿海曾经有一个女友 听过他以前是交一个在海口的 以前没结婚那时候 他也是林高原的 他好像是生一个孩子了吧 在那个年还是不是他 在于特季海的村里面 不是有一个星期吗 然后就介绍给他 然后他说好像他是 就是过一个月一个晚上而已 然后他就不合适了 他说那个女孩子的年龄比他大嘛 他小嘛 他就不想想王啊 然后他就不跟他联系了 阿海妻子的描述 似乎已经印证了阿海 就是小夕的亲生父亲 但当记者打电话 给阿海进行核实时 他却在电话里直接否认了 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个示范业 没人认识阿 不认识阿 所以 几番周折 其家人找到了当年给谢某 牵线大桥的老人 那么这位老人所描述的阿海 与大家先前找到的那个阿海 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人是你介绍给谢柴院的吗 是这个一个人 是这个人是吗 就在介绍人执任出阿海后不久 他也终于现身了 而且表示愿意到医院看望孩子 并承认自己很可能就是小夕的父亲 阿海说 当初得知谢某怀孕时 两人其实已经分手 再加上他也无法确定 前女友怀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在此之前 给他打电话确认时 他便直接否认了与谢某的关系 我求到他有没有意义 求到有 到了下午 到了下午 我要跟他说 是不是我了 他说不是也是我了 他一生起来 我已经一直到现在 没有人习过 也没有见到他 阿海说 他与谢某分手后 他在县城里就娶了现在的妻子 虽然生活结局倒也平静 他怎么也想不到 时隔七年之后 突然间自己竟冒出了一个儿子 阿海说 他希望通过亲子鉴定 来确定他和小夕的亲缘关系 如果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一定会负起责任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小夕就是阿海的亲生儿子 于是院方给阿海打电话 商量治疗方案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阿海在电话里断然拒绝了 阿海说 他没有稳定的工作 再说 他还有三个女儿 虽然他很想要一个儿子 但是他抚养不起四个孩子 他的老婆也不义 如今 小夕再次遭到了抛弃 那么他的命运 何据何从 如果我们能从重症里面 转出来的话 你有家人来照顾他吗 我先把他带回去 保养成大成人 但是家庭的经济不太好 我的一张床是五个人口 睡在一张床 我带他回去睡了 以后他长大了 如果他小夕去睡 我也可以一起 再一起睡了 但是等于他长大了 怎么办 希望你们 每一顶都帮助他 就说你现在家里 没有这个条件 对 对于阿海这样的态度 谢家人表示强烈不满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先让我们把孩子的病 给治好了 他也不要出钱 然后他才可以把孩子 领回去 因为我还问主人说 孩子会留下后遗症 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留下后遗症 或者什么的 他是不要的 面对谢家人的指责 阿海没有任何反驳 反而坦然接受 他表示自己这样做 完全出于无奈 在家里面 他也生了三个女儿 而且在家里面 他老婆也是做主的 都是他老婆说了算了 他老婆说 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再生 他这样子说了 你说弟弟跟他回去 能幸福吗 就是希望 如果真的有好心人 想养的话 那就让他们养吧 把孩子交给阿海 谢家人不放心 但是如果把小夕 留在身边 自己又无力抚养 小夕的未来 该何去何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